直到长大后才明白 周润发说的是台词 但讲的是人生哲理 小马哥的这段话并不仅仅是一段台词 更是周润发想对自己说的话 1980年 电视剧《上海滩》已经上映迅速火遍全国 创下极高的收视率 周润发凭借许文强一决一跃成为香港影视圈炙手可热的人物 而在此之前 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从1976年开始周润发拍摄了多部电视剧 但也只是让他小有名气 之后便开始向电影方面发展 然而从1976年至1985年之间 周润发拍摄的电影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以票房惨淡收场 即使《上海滩》的大火 也没能改变他票房毒药的称号 而在此期间 周润发还被吴梦达骂成无情无义之人 当年两人一同考进第三期 TVB训练班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周润发因为住得太远便常常留宿在吴梦达的家中 两人在当年好到穿同一条内裤 可如此坚固的友谊却因为金钱而增崩离析 1979年 吴梦达因饰演楚流香传奇中 古铁花一角迅速走投 名利加深使得他很快地迷失了自己 常常留恋于赌博而不去工作 挣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 于是到了1980年的时候 吴梦达已经欠下了30万港币的赌债 被债主逼到走投无路的 他想到了同穿内裤的好友周润发 他觉得对于凭借许文强走红的周润发来说 30万港币根本不算多少钱 可没想到周润发只是对他说了一句自己解决 面对昔日好友的见死不救 吴梦达在心底里恨透了周润发 眼看借钱无望 吴梦达便开始在影视圈从底层做起 最终在1985年凭借电视剧《新扎师兄》再度翻身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周润发的影子 因为《新扎师兄》的监制人就是当年上海滩的监制人 是周润发向对方推荐 吴梦达才有了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当吴梦达知道这件事后才幡然醒悟 明白了周润发无情无意背后的良苦用心 第三年想通 觉得周润发那句话 让我自己解决的意识 某人觉得是 他让我从这里跌下来 所以要从这里再爬起 1985年 吴梦达与周润发在英雄本色的剧场 再次相遇 二人相视一笑明恩仇 吴梦达的内心充满了对周润发的感激之情 周润发也非常高兴能看到吴梦达再次崛起 两位昔日好友重归于好 而周润发也凭借英雄本色摆脱了票房毒药的称号 影片上映后以3260万港币掌握票房冠军 戏中小马哥身穿异习风衣 头戴黑墨镜 一手钞票点烟的动作征服了无数观众 周润发也在1987年收获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金像奖影 在1990年之后 黄金时代的香港影坛产生了双周一城的说法 但相较于周星驰的无厘头和成龙的动作功夫 周润发并没有极其鲜明的标签 导演让他演什么他就能变成那个角色 从江湖大哥到温柔暖男 周润发都能够收放自如 他能够将每个角色都变成被大众所熟记的符号 从早期的许文强小马哥 到后来的赌神高静和让子弹飞中的黄老子 这些全都是深入人心的角色 即使故事情节被人们所握 但只要提起这些影片中的角色 无数人的脑海里都能浮现出发哥的身影 高超的演技也让他坐拥三届金像奖影帝 两届金马奖影帝 而周润发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不忘提携后悔 在拍摄电影《投奔怒海》时 导演许安华本想找周润发来主演《男一号》 没想到对方推荐了刘德华 当刘德华得知真相后 立马跑到片场找到周润发 询问对方为何会放弃这样一部好电影 我就跑到他面前 我是刚刚有一部戏找我 是投奔怒海 那我知道本来是找你的 那后来你没演 为什么 他说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现在是什么市场都没有 有一个好的东西 你应该是尝试 周润发的批评 让刘德华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而他也没有让发哥失望 凭借投奔怒海的出色表现在电影圈中站了脚跟 无独有偶 当年香港还未回归时 梁家辉因拍摄内地电影《垂帘听证》而遭到香港影坛封杀 落魄时他只能靠摆地摊卫生 还是周润发坚持带着他出席各种活动 并一起拍摄了电影《监狱风云》 再次帮助梁家辉打开了演艺之路 也正因如此 声信放荡不羁的梁家辉在周润发面前也要收敛一些 正是因为周润发的重情重义 总是会默默地在背后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人 所以所有人都会尊敬地喊他一声发歌 然而即便在娱乐圈有如此高的地位 周润发却在生活中十分低调 不仅像普通人一样去坐公交级地铁 还会骑着自行车跑到菜市场买菜 遇见粉丝想要合影他也从不拒绝 我跟他住的蛮近年 那小子骑一辆十几万的单车 自行车要十几万 十几万 他来 看狗我们去买菜 好好好买菜买菜我就下来了 那他就推着车到九龙城街市去买菜 每个人都认识他 每个人要把他拍照 他都拍 地铁他照做 人家在地铁拍照 他照拍 这个就是发载 全世界没有人 前段时间有人拍到周润发 每天都会到上海外滩城跑 不带保镖不带助人 许多粉丝慕名而来想要合照 周润发也基本不会拒绝 总会亲切地满足粉丝的合照愿望 如此平易近人的发歌你们爱了吗